加珍珠 哈囉大家好我是甘哈迪 哈囉大家好我是加珍珠 歡迎回來到夜市一千塊系列 今天我們要玩的是套圈圈 其實在我們之前有拍過兩部套圈圈 一個是在夜市比較常見 就是後面是酒瓶前面是公仔 你只要套到就可以帶回家的那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在北車地下街 它都是娃娃 然後大娃娃的上面會有黏膠帶 你只要圈圈直接套住那個膠帶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那個大娃娃帶走 那我們今天玩的都跟以往兩個不同 帶大家去看 對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樣的套圈圈 在影片開始之前 可以大家幫我們發起珍珠三兄弟 訂閱按讚加分享 不要忘記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喔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出來拍夜市 對 很多人敲完 來大家看一下 偷偷地在角落看一下 今天要玩的東西 其實我在還沒有看到它的名字 我都稱它為 鍋裡品套圈圈 亂幫人家取名字 可是它是有名字 它叫什麼 在這裡 叫美式套圈圈 其實為什麼叫美式 這是美國來的套圈圈的方式 我們問老闆 老闆 欸 歡迎歡迎 老闆為什麼它叫美式套圈圈 因為台式的套圈是階梯式的 好 那我們為了做跟人家區隔不一樣 我們就有美式 這個在歐美比較常見這種形態 台灣都沒有 台灣就剩我們這邊有而已 那據說 日本環球那邊也有一攤這樣一模一樣的 跟台灣就可以玩囉 那它套中一個瓶子是 我就可以帶架面上的娃娃走嗎 我每個瓶子都有獎品 好 那我們大小娃娃是用顏色做區分 有沒有看到金色 一個金的一瓶十二年的酒 不喝酒沒有關係 我們帶兩個大娃娃走 一個紅的就一個大娃娃 但是沒有白色呢 沒有顏色呢 我們也有安慰獎小娃娃 所以我們全都給 反正有套到就有娃娃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的 據說別人是設定說 一個人只能得一隻 我們沒有上限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遇到那種 得了五隻九隻這種的 我們都常常遇到 是我嗎 有可能喔 我們來試試看看喔 沒有啦 反正要很弱的問一下老闆 你保送的問題 對 我們是傳統的 對 老闆我想要花一千塊玩 每十套全身 那他會給我多少 是那一桶大的嗎 沒有 我們一... 藍色藍子 藍色藍子 老闆 藍色藍子 還是要我只剩幾個 你要嗎 沒問題 這一千塊 要補嗎 你買要補嗎 怎麼可以這樣呢 好 我們這一桶是五百啦 因為你們是特殊的 你一次玩一千對不對 我覺得會讓你們滿意 所以會多送你們很多 那是不是五百 這五百 這樣就五百就好了 加送一個兩百給你 那一千呢 一樣 兩倍 兩倍 這是一千喔 還沒送完 還沒送完 我們還有一個點數 玩五百我們就會送一點 如果沒有中 下次來不管你玩不玩 經過這裡都可以換一隻小娃娃 八點換大娃娃 所以只要買五百塊就送一點 然後我們這樣就有兩點了 這樣呢 我舉例來講 你們可以到前面就好 他們前面六個 結果就大娃娃就八點了 對不對 這樣就八點換一個大的嘛 對不對 漂亮的點數 就你踏到沒有蓋子的就是一點這樣 有人喜歡踏前面 有人喜歡踏後面 看個人的喜歡 了解 紅色就直接大娃娃娃 直接帶走 你也可以留著 慢慢湊 看你要換到老虎 老虎是我們特獎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這隻大老虎 一百七十公分 接近真實比例 孟加拉大老虎 孟加拉大老虎 開套 好來 兩點先收著 我們想把整餐攤子都抱回家 沒問題幫我倒攤我會很開心 先早下班 先早下班 我們拿人家的點數 你拿了圈圈 還沒有付錢 你看我裡面都只剩發票了 沒事啦 來 好你們要加油 來吧 我覺得你先套前面的試試看 還是你有什麼策略 我跟你說我先套前面的試試看 然後我們留一桶又到了 你都留一桶又到的 對 用到的來實測 你覺得怎麼樣 可以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 你自己也想套 你自己也想用到的 我自己覺得我掏不到 好嗎 你覺得我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跟你說 我們要有我們一千塊系列的初衷 這個初衷就是為了寵女友 你想玩什麼就玩什麼 想幹嘛就幹嘛 老闆在買兩千 啊 丟囉 不要真的太久沒玩了啦 欸 中了一個 蛤 中了 中了一個 麻煩美女幫我敲一下 欸 你才剛開始欸 你太扯了吧 怎樣 幹嘛 你剛剛怎麼中的 我剛剛 我剛剛在喬我的相機螢幕 我跟妳說我今天是抱著寶送的心情來了 因為套餐就太難了 你剛剛有疊在一起丟嗎 有 兩個 兩個疊在一起丟 對 怎麼辦 連自己都以外 沒有了 我覺得你剛剛是不是中完第一個之後 你就開始有點亂丟的狀態 沒有啊 就是覺得你第一個都亂丟丟中 那應該就是亂丟丟會中 哈哈哈哈 還是只有結竅 你有什麼想法嗎 沒有想法 你不是破解王嗎 不然這樣 你剛剛第一個是亂丟丟中 我們現在接下來 問一下老闆有什麼技巧 那其實我跟妳說 我剛剛在第一桶來丟的時候 我有試圖亂丟 然後平丟 朝上丟 進丟 什麼丟都來試試看 什麼丟都試過了 對 我想問老闆 好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老闆有什麼技巧 好 老闆 沒有破解的方式啊 來 我不能講太多 但是我能講一些基本的技巧 因為我們這是平的超圈圈對不對 所以說你客廳平口一定要平的 客廳平口如果是站起來呢 容易彈出去對不對 所以最簡單 如果大家 比較不熟悉的話 可以用這樣三個手指頭 設配盤的方式最簡單 現在是平的 再過來你就自己要抓準度了 準度就不能再交了 那老闆你覺得丟這個的話 有沒有兩個三個這樣子疊 機率比較大 理論只是 是 但是 學費要加很多 疊多 然後平的 對 但我覺得你還是要兩個 因為你兩個疊在一起 你丟對不對 對 你必須要兩個同時的飛出去 但如果你兩個疊在一起 丟出去 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那就等於沒有那個效果 你懂的意思嗎 我不懂 來 演繹一次 你說演繹一次嗎 對啊 你說我剛剛說的那個技巧 沒有 叫你實丟一次 那叫我實丟一次 對 那肯定落賽啊 大家想看我落賽 我不管了 你試一下 你說我試一下 你說那個平的方式 這樣 你兩個疊在一起要丟 但是你這樣丟出去 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就沒有 然後兩個疊在一起的效果 你為什麼要兩個疊在一起 因為你這樣飛出去 你碰到東西的時候 它會彈嘛 你要靠上面那個 壓住下面那個 就變成 它吸收它彈的那個力道 它就會靠進去 然後上面就會彈走 然後這樣丟出去 所以你說我現在就 是你說的這種方式 壓多緊就躲緊 想像自己是宁甲 對 你就當然是一個宁甲 不能丟前面 我先從前面的開始 不急 不對喔 不對不對喔 到底要往上丟還是要用射的啊 不要用射的 不要用射的 不要用射的嗎 還要有一點拋物線 不然就這樣 就這樣 不是假的啦 真的 謝謝 不然這樣不要再燒我了 身長這樣可以的嗎老闆 可以的 然後人不要超過欄杆就可以了 他的身高雖然比我高 但是我原諒他 所以我們有這一條 身體不能越線 身體不能越線 已經觸放規短 不行不行 不能做冰 不能做冰 手可以伸沒有關係 盡量伸 手可以伸但身體不能越線啊 你要使用你手長的優勢 中了 中了 你跳一下中好不好 還欠4點 就是大娃娃抱回家 我剛剛有看到你怎麼丟到了 你兩個疊在一起 然後直接打到那個瓶口 他就直接壓上去 然後上面那個就彈開了 我跟妳說我會的 是不是我剛剛說那樣 我跟妳說我會的 就是這招 欸欸欸欸欸 我有拍到嗎 有有有 你會了 你會了 我會了 你帶車了吧 等一下我覺得你現在要太興奮 你先休息一下 你先等等 先玩玩 深呼吸一口氣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可愛口罩 我今天買的 連續中耶 好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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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被妳破解 我是不是可以帶老虎回家了 我覺得有可能 有機會 好扯喔 好扯喔 我覺得今天套不到是不是 對 我今天套不到有點意外 因為我之前拍套拳今天真的是 有夠慘不能賭啦 我只能這麼說 就是不會像打彈珠好像摸得到什麼東西 對 後來我就覺得是不是運氣問題 沒有了 又丟完一桶 今天一桶一個 最後一桶 來囉 開始 我們一樣進攻前面就好 還是你想試試看後面什麼 你覺得我這個方式丟後面可行嗎 你說丟後面嗎 對啊 我跟你講我有發現 你兩個疊在一起丟出去對不對 你只要丟的太用力 或是丟比較遠的地方 你就會兩個分開啦 你有發現你剛剛在前面中的這幾個 都是兩個剛好疊在一起壓下去 試一下 就是我做那個方法 我試一下 好你試一下 你就看你飛出去的時候有沒有兩個疊在一起 如果沒有的話代表你這個方式不行 欸你中了 中了 有中一個是不是 這裡有中一個 欸爬房再翹一下中好不好 好 第五個了 為什麼感覺你中了沒什麼感覺 欸你轉過來 讓大家看一下你的汗 超多汗 出水啦 好險缺 欸你又中了 又中了 超風 超風 為什麼感覺你現在很累 這個會讓我想到籃球九宮格欸 為什麼 就是前三個這樣子的那個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我覺得要玩的人才知道 什麼感覺 就是我玩籃球九宮格的時候 你這個前面就是要輕輕撥一下 讓它進去的那種 對 所以你這個就要疊在一起 然後輕輕的拋出去 我沒什麼大字欸 大家都在拼紅色金色 我真的前面丟白色 欸又中了 欸又中了 你中四 我們這樣只要中一個 就等於一個娃娃 你現在已經中了一個 兩個三個 那邊剛剛四個嘛 四個然後後面中四個 你已經中八個了 再加兩點 你現在有十點了 你現在已經有一個大娃娃了 然後加兩點 好啦自己招啦 你說我嗎 你招啦 你說珍珠姐姐送給你 自己招啦 送你啦 越玩越好玩 越含越好玩 啊有了 欸第九點 加油 欸連攻喔 欸太捨了啦 刷一整排欸 你中了十個 然後剩五個而已欸 剩五個嗎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最後一個喔 丟完 你要走的 欸沒錯 耶 耶 我們剛剛不是有說好要 直接灑嗎 我忘記了 你剛剛直接 丟太興奮 就把全部丟完 就一直丟然後一直中 然後你們又說 好厲害好厲害 然後我就一直丟 然後我也忘記這件事情 我覺得好像不用這樣子 我也可以 怎麼辦 那你要灑嗎 要實測嗎 你想灑嗎 我覺得灑的點是實測給大家看說 這樣子 中娘的機率會不會高一點 老闆有人 來這邊就是不丟 然後直接買來灑的嗎 欸 偶爾都遇到齁 比較那個性格的客戶 怎麼會有這種人啊 那真的 比較好 灑看看 這個不能亂講 這個是機率問題 對 不管啦 灑啦老闆 好來 不要玩那桶 那籃那籃 真的拿了 對 多少錢 一千好不好 好可以 一千 好 多兩 對 直接少 來咧 不要吵 你拿的洞嗎 拿的洞 飯吃這麼多 我吃飽才能拿來吃兩碗 沒有白養你 說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戰略 或什麼方法 就是照剛剛那個 這樣子的啊 拋物線 由下往上 不要用射的 不要直直的這樣 全部噴出去 不要用坡的 對不要用坡的 好 來 你可以嗎 我可以啊 來喔 你還小隻的啊 下一個 一、二、三、四啊 哈哈 我只能丟進的 這是你中的 中幾個 一個裡面還有兩個 這樣算四個吧老闆 一個瓶子還是能算一個 所以這樣三個 一千塊換三個娃娃 但是其實你原本這樣慢慢投 中的機率還比較高 對好癢 如果你可以用力一點直接撒到後面的話 搞不好會直接撞到好不好 還不動 我還不動 剛剛應該讓你去的是嗎 就帶酒回家了 沒關係 你幫我買便當 所以你現在要吃便當 沒有我覺得大家買來認真頭 自己去捉摩那種感覺就好 不要這樣子倒好了 去體會一下那個遊戲中的樂趣 所以你覺得倒下來沒那個感覺 可能是因為我前面已經抓到訣竅了 所以玩的時候會覺得很好玩 很趣味 對然後倒的那種感覺太性格了 請如換娃娃完結 你要換什麼 你先挑大娃娃 你到底要換什麼大娃娃 你先挑 很可惜沒有你最愛的熊包哥 沒有說熊包哥要跟大家發個聲明了 聲明 豬媽已經下令我拍夜市系列 再帶娃娃回來要收租金了 你帶一個娃娃回去 就等於一個租客租金 所以我帶回家要趕快再讓他們離開送去新的家 就趕快超給觀眾 對所以我不能再帶抱哥回家了 我們現在總共的點數是15點 然後大娃娃是8點 所以我們可以換一隻大的 跟七隻小的 差一點就可以換兩隻大的 那我們就會跟老闆拗一下 你來 我來喔 老闆 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請說 因為我現在15點嘛 一大七小 對一大七小 然後我想要跟你拗兩隻大娃娃 就差一點而已 可以嗎 可以啦 可以啊 多幫我們講好話 就這麼說定了 太好了啦 那我也要激推大家來的啊 對啊 所以說中立夜市真的很棒 大家趕快來 哈哈哈哈 這樣講 我是覺得真的好玩 對啊 好不管了先換娃娃 我剛剛選了 貓咪跟鯊魚 鯊魚什麼顏色 最後今天剩 經典藍 喔經典藍喔 怎麼知道有經典藍啊 鯊魚原本不是就是藍色的嗎 鯊魚不是灰色嗎 好不管藍色我喜歡藍色 然後再配一隻貓咪 貓咪吃鯊魚 貓咪吃鯊魚 貓咪吃魚就對了 對 恭喜喔 謝謝 我們的網紅師怪怪武藝都要會 拍一隻貓咪 來 恭喜喔 超級可愛貓咪一隻 老闆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們喔 謝謝 你們真的很厲害 還好 還好 我們今天是在中立夜市 其實我們撲空一次 對其實我們前兩天有來 應該說這一個禮拜我們來了三四天吧 然後今天才成功拍攝 因為我們準備好要來拍的時候 老闆剛好沒有拜 我是覺得蠻好玩的 你會不會沒事經過就說 我要來盤一下老闆 就是有點像夜市街棒棒一樣 那時候會覺得很難 就經過就看一下而已 下次經過來秀兩手給你看一下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可愛小貓咪跟鯊魚 就回饋給我們的會員朋友 對 還沒加入我們會員的朋友 記得要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對 然後加入的方式 就是在我們的頻道主頁 對 旁邊有個加入按鈕 其實還蠻簡單的 呃我想要趕快抽出去 不然回家又是有大魔王在我 哈哈哈哈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記得珍珠三兄弟 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是卡拉迪 我是加珍珠 不要忘記加入我們Youtube會員喔 嘿嘿 好啦 掰掰 掰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加婚姻 我跟甘納地說好 在在10萬追蹤的時期 挑出甘納地的一隻禮物 所以 各位觀眾朋友 趕快追蹤 對 就是追蹤 Channel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Bebi Bebi你讓我拍照 等一下 拍照也是 一頭一頭 對 也是一頭一頭